请您欣赏相声拴娃娃 表演者岳云鹏 孙岳 是签名啊 姑娘就是周急了 真细致 谢谢 你是要签名吗 谢谢朋友们 谢谢 我以为是个礼物呢 对 谁说送回去了 感谢 刚才是我们两个师弟 一个叫刘鹤春 一个叫 胡认识 观鹤白 对 二位给您说了一段 下去休息一下 人太多了 这场又把我们的歌俩换上来了 还是我们俩 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 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呢 您这不职业特点呢 这个 什么特点 什么叫出台呀 第二次出现在舞台 我们很开心 是 二位下去休息一下 换上我们了 我们给您再说一回 再来一回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真好 都好 真好 真好 相声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呢 怎么来的呀 他生活当中来 对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对吗 拿这位老师来说吧 我怎么来 我的搭档 他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 好开玩笑 首先说 孙老师是一个富六代 像人家这样的人啊 人家都是富二代 人家是富六代 就辈辈有钱 六倍人都有钱 好家 俗话说得好 您说 富贵无三倍 清官不到头 人家富了六倍 是是是 特别棒 最有钱的就是他父亲 我父亲 孙岳的父亲 郭老爷子 就那个老头啊 在北京 北京的通信 这都是你师父教的吧 再不再都得占我们便宜是吧 谁占你便宜了 什么叫郭老爷子呀 不是吗 孙老爷子呀 你姓孙 你父亲也姓孙 不是你姓月 你爸不姓刘啊 姓孙呢 巧合 这个 没有 就得这样 紫随父姓嘛 紫随父姓 孙老爷子 孙老爷子 在北京的通县 北京的通州区 有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大菜猪 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您要说什么到底 受人景仰 我别惊仰了 您到底要说什么 说你父亲有钱啊 大菜猪 有钱是大菜猪啊 有钱那是大财主 还大财猪还 你爸爸还萝卜兔呢 大财主 财主 我到了深圳 我说的是粤语可能 没有 没有 你说越南话 也没有这么说的 大财主 粤语怎么说 大财猪 你看看 你看看 没有 那都是你花钱雇的 就是有钱 他父亲长得也帅 那是 人高马大 漂亮 他不随的父亲 我没随 他随街坊 这个人哪一旦随了街坊 就是多少有些蹊跷 太蹊跷了 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们俩快出事了知道吗 什么叫随街坊啊 怎么了 没有随街坊的 随你妈妈呀 我妈妈是街坊啊 你妈妈叫街坊啊 王街坊 你那字都念倒了 街坊 王街坊 小名叫邻居 对不对 还是街坊 随着母亲 他们家确实有钱 有点钱 就这么说 他们家那个院子 我们家的大院 占地960万平方公里 不合适吧 不合适 太大了 太大了啊 对对对 顾不过来 还是挺大的 院子当中 两趟高速公路 怎么还两趟高速公路 其中有一趟叫富宝高速 富宝这哪到哪啊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高速 保镖那屋 哦 还有抹厨高速 抹厨是 就你妈的厨子那屋 这这这这 我妈到厨房那屋 反正是有钱 是是是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我们家厕所 那当然了 怎么呢 超豪华的洗手间 得多豪华啊 就这么说啊 嗯 马桶 怎么样 纯金打造 金马桶 金马桶 拉屎看不出来 我们家没上过火 全自动的马桶 这金马桶怎么全自动 有个朋友说全自动很正常 自动冲水啊 什么什么还有清洗啊 还有烘干啊 这烘干啊 他们家那不是 我们家怎么自动啊 全自动 他父亲不能脱裤子 怎么着 一脱裤子马桶啪自动怼上 就是一有这动作 这马桶都怼上了 对 马桶有俩眼睛 随时看他父亲 他父亲只要是一脱裤子 马桶啪就怼上 有时候最大的给怼墙上去 马桶还有俩眼睛 多慎的慌啊 真的 走哪儿跟着一马桶 真的 打成松松高带给怼墙了 对了 快要再不舒服了 马桶就来了 马桶就来了 马桶真是非 全自动 这太自动了 就是有钱 哎哟 好家伙 这个一般人有钱了以后 他难受啊 那是让马桶怼的 那是 有钱就得花钱呀 发现要找看这马桶不好吗 花钱去哪儿花呀 哪儿花去 北京城里头 进城 去吃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烧鹅 一般人找不到啊朋友们 一般人也不卖呀 您这买卖都说乱了这都 全聚德什么烤鸡店吃什么烧鹅 那能卖这个吗 全聚德是烤鸭店的 烤鸭店 这是鸭店的这个 往那儿一座 喊服务员 平常老百姓喊服务员都是 服务员过来我点下菜 对 很规矩 就那样 他父亲不是 我父亲怎么了 为了显示自己有份 对 老带着马桶还没份 别笑 我怼墙一会儿给你 服务员 过来 怼多了这是 服务员过来了 是 先生您吃点什么 吃什么菜单 随便点随便看 都有什么呀 有什么呀 我们这是个大饭馆 什么都有 挺齐全的 挺齐全的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蒸一个骆驼 蒸一个火 蒸骆驼 不要切 生蒸 整个蒸啊 先生这我们没有这么大龙体 好 你换个菜吧 好嘞 来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盖饭 还盖饭 齐了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花钱啊 您等会儿 花钱如流水一般 别流水 这么有钱 每天出门 穿着自如刷皮卡甲 带一马桶 进北京全女都点西红柿鸡蛋盖饭 这就有什么钱呢 就是玩儿 你说这就糟糕嘛 娱乐 你说这就 吃完了盖饭 出去玩去了 吃完盖饭还玩着呢 去那个叶总会 哦 有那个有那个 在叶总会 认识她的母亲 这就是 啥的 表演 是不是表演 我就是表什么眼 你懂 我不懂我 你懂了 心里够美的你 怎么了 在叶总会认识我妈 我妈干嘛 我母亲干什么的呀 别急啊 别急 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知道吗 哦 这叶总会叫富贵人家吧 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叶总会叫富贵人家 哎 合理 合理 是废话 你什么意思 你要说到底 合心合理啊 别合情合理了 有钱人家的姑娘 大家挥秀 也上那儿玩去了 消遣 两个人认识了 多好 边跳舞边聊天 交据舞 哎呀姑娘啊 那个腰是真细啊 我妈苗条 脖子 骨 你这给钻死 姑娘 我妈这么矮 长得真可爱 打是亲吗 领家结婚去了 这就结婚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真简单 按说他们婚后的日子 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 这两件不缺钱呢 其实不然 怎么呢 再幸福再美满 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父亲 嗯 没有儿子 对 我爸爸没有 你这个事 你哥谁心里 谁不难受 那么一小下 对不对 不是一小下的事了 可难受了 难受什么 什么叫我父亲没有儿子 那我打哪儿来的 啊 我打哪儿来的 你看我干什么 你说的我不看你 跟我有关系吗 没有 你吓我一跳 废话 我再拼命地回忆 你别回忆了你 有我说还没你呢 知道吗 跟我没有关系 废话 这没瞪眼 我到哪儿来的 你说的我不问你 你吓我一跳 你别一跳 你跳了吗你 你说的我不问你 啊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 没有儿子 您这路话 也能简单点说吗 在没他之前 家里的日子 没法过了 哦 就想孩子 有钱管什么用啊 对 对不对 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 家里有书房 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 这是过不下去了吗 这 他得先学习啊 学什么呀这呢 哦 学流氓的 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 把书本一盒放回原处 不看了 换一本插图版的 和什么不认识字 别乱 把警察得招来 看人家西门大官人 西门庆 是一个银棍 不是好人 他也有后代子孙 对 他妻妾成群 看我孙国庆 你爸爸看孙国庆 那唱歌得秃子 那是 看我孙大圣 猴啊 孙悟空 那不还是猴吗 看我孙燕姿 那是女的 那是女的 孙男 我倒乐意 他乐意吗 真是的 行 你倒没有架子 那倒是 好奋斗半妹子 孙兹兹 你不是说孙兹兹 你爸才兹兹呢 看我孙XX 没听说过 我爸还未知数是怎么着 加个L好不好 没听说过 我爸兹兹L不好吗 改背心了我爸 看我孙兹兹L 就没听说过 那是你的父亲 可是你这怎么六个兹呢 你管着吗你 那么讨厌呢 这人说话 什么乱七八糟似的 看我孙某某 好不好 某某 我也是一个银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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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就没有 后代子孙呢 我爸 来个姑娘也行啊 来个鸡娃娃也行 对不对 养个狗也行是吗 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想想吧 说的话一伤心一难过 哭叉 哭了 就在他父亲 伤心难过 呼叉 这不拉了吗 哭了 不能 呼叉是拉了 哭了 大便干燥 哼 干嘛 小罗莉还得 哭了是巴达巴达 巴达巴达掉眼泪了 眼泪了 你父亲正哭着呢 小丫鬟从这路过 丫鬟 扒窗户一瞧 这老不死怎么 他老不死 你等会儿 小丫鬟 说我爸爸老不死的 说原味也老不死 内心活动 心里这么吓得 那也不行 心里尊敬 这老原味怎么了 老原味 怎么还哭上了呢 对 不行 我得上内宅 禀报安人 这个安人 就是他的母亲 官称 小丫鬟一溜小跑 小丫鬟 小丫鬟 够油了 小丫鬟还提速了 一溜小伙来到内宅 是 扒窗户一瞧 他母亲也在那伤心难过呢 也哭呢 手里拿着一本 金瓶梅 咱们家是工具书 看着看着 看不下去了 那是 把书本一盒 放回原处 换一本插图吧 换了一张盘下来 哟哟哟 还是我妈聪明 还是VCD呢 别落了 看人家潘金莲 金莲 是一个荡妇 对 他也有后代子孙 有吗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是 那快来个姑娘啊 这次来个吉娃娃呀 来个拉不拉多也行 出发行 个儿大怪 什么用啊 伤心难过哭叉 哎呀呀 巴得巴得掉眼泪了 哎 掉眼泪了 你母亲正哭着呢 是 小丫头赶紧过来 这丫头来了 哎呦喂 哎呦喂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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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也在那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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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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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回响呢 怎么着 哭了 走着 走着 喊上了四个丫鬟 四个 春梅 辣梅 鸭梅 硬梅 四个丫鬟 你得给我妈点着了 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 来到了后院书房 您怎么会儿 您怎么会儿 到了后院书房 您怎么会儿 哎 四个丫鬟干嘛扛着我妈呀 没腿 哦 没腿 来到了后院书房 您怎么会儿 没腿 我说怎么钻着脖子跳舞呢 可是我妈是个跳起子 你说这什么孩子 说自己的母亲是个跳起子 你说废话 什么叫没腿呀 有腿吗 有腿 有一条真腿 还有一条假腿 来 两条 两条真腿 前面那两条是真的 后面那条假的 你妈才四条腿呢 你妈才XO呢 她左前右后是真的 没听说过 就两条真腿 就两条真腿 就两条腿 掺着你母亲 来到了后院书房 掺着 进去一瞧 她父亲 正在分吃分吃的生气呢 这俩个儿您会写吗 哟 她分吃 我说老远外 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 我妈有学问 我说安蠢呐 你妈才安蠢呐 我把你 安忍 安忍 我说安忍呐 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 我妈是存款啊 还是骨灰呀 你取出来像话吗 取过门来 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 不是年 四百余年了吧 老妖精 十四五年了吧 你给我生鲜一儿了吗 有完了 没有 打脸呢 养下一女了否 你看质问 否 无儿无女 我要你何用啊 啊 哎呀 妈也急了 让我妈 让你让身家 我切死你 哎呦 啊 好 切笠上了 少看的猫和老鼠 听我的 干嘛呢 一个这买一个这么高啊 啊 就你父亲生气 蹦桌子上了 哎呀 你母亲一着急躺地上了 大波 两个人光打架是没有用的 打不着也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 嗯 夫妻没有隔夜的仇 对呀 转个天来两口子一商量 干嘛 要去高山求子 就是过去那叫拴娃娃 我不知道咱们深圳行不行 拴娃娃 嗯 在北京是流行的 北方 拴娃娃 嗯 去寺庙里头拴一个泥娃娃回来 对 回来以后这个母亲就怀孕了 就这么说法 其实就是封建民信 对对对 为了找一份心理的安慰 哎 为了他 他父母拜访过四大名山 那都是为了我呀 去过峨眉山 为我 去过普陀山 为我 去过武台山 为我 去过花果山 为猴 四大名山 别别别别 我的天 别你的天了 花果山干嘛去 给你找大师兄 给你找大师兄 你们家才没大师兄呢 真的吗 你师父被人抓走了 没有啊 像花 没有花果山 北京西边有座妙峰山 京西妙峰山 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 他母亲三月底就开始捣吃 提前一个月 为了抢烧投一炷香 前程 有打苏行二周运过来的零锣绸缎 哎呀 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 加农院工占好了摆成一排 艺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 他母亲开始挑 挑新衣服 夫人 看这件行吗 行吗 好 就这件 我喜欢这个 妈妈妈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说话 平时 对对没有 因为你师父呢 我喜欢这个红色 我就穿这个了 哎 哎哎哎哎 哎哎 要点脸干嘛呢 你当的家农院工的那儿 这女主人就脱衣裳啊 你母亲也说了 对呀 讨厌 讨厌 都站不起 都站不起 我上头楼换去 回来 回来 这不一样 上哪换 您上屋里换 上屋里换 换好了衣服 开始洗脚 干嘛洗脚啊 过去的女人呢 都裹脚 过去的缠组 把这个缠组布卸下来 嗯 开始洗脚 是 洗完了脚以后 水都黑了 好 我妈是掉水了 再洗脸 哎 哎 没有 没有 妈妈妈妈妈妈 洗反了 洗反了 先洗脸 后洗脚 先洗脸 后洗脚 哎对了 然后漱口 没着急 喝了 这种 总而言之 一句话 梳洗大便完毕以后 准备出门 哎哎 门口啊 对了 梳洗大便 拉空了去呀 这马桶是没电 跟不过去是怎么着 梳洗打扮 打扮 准备出门 门口有一辆大马车 上了大马车 不到十分钟就到了 太近了 到了京西妙峰山 山脚下 嗯 依着他母亲的意思 是 要拜山 什么叫拜山 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 哎呀 显得特别的虔诚 心真的 你想想 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 人得成什么模样了 我妈改瘦去了 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 丫鬟就是那个 你敢踢足那个 不是那个 哪个 这是他母亲的贴身丫鬟 提挤人 什么叫贴身丫鬟 打丫头 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一个被窝睡觉 是是是 小丫鬟得拦着 得拦着我妈 夫人呢 怒喝 不是 小丫鬟不能那样 夫人 我心疼你啊 你心疼心疼我爸爸得了你 这是贴身的丫鬟吗 这不还是那厨子吗 贴身的厨子这是个 你看承认跟厨子有事了 谁承认的 我好没说什么 废话 小丫鬟是女的 嗓门粗一些怎么 没没有得细一点 夫人呢 夫人咱找一个二人台吧 二人台台到了山顶上 也特别的前途 你弄 一梁闹前上长一大胡子是吗 什么大胡子 小辫吗 小辫输在这儿啊 啊 跟这甩小辫 小辫这么甩啊 好这么甩 找了一个二人台 对 台到了山顶上 到了山顶上 也是他父亲的意思 要静山 什么叫做静山 闲杂人等全都闪开 就剩他母亲抢烧投一炷香 开砖场一样 朋友们光有钱不行 是 还得有势力 有权势啊 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 我父亲你还厉害 闲人闪开 我要 我要 闲人闪开 还忘词了 你看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发了发了 我要这变化又如何 家丑别外摇啊 听话 不是这词啊 闲人闪开 我要静山 您等会儿 全都闪开了 废话 那怕见一身血呢 这 什么叫我要静山呢 那说什么也不管用了 万一管用呢 没有 绝没有万一的 是吧 我要静山 我要静山 全都闪开了 躲开了 偌大的大雄宝殿 就剩他母亲一个人 就我妈一人 还有一个老和尚 哎呀 哎 合适吗 哈哈 乐什么乐 怎么了 吵点卤了是怎么的 你干嘛有一老和尚吗 老和尚有用 我就是怕他有用 你怕我也怕 总是怕怕哪行啊 没有 我就怕这个 真怕 这老和尚干嘛用啊 老和尚旁边得念经啊 念经 求死经啊 多子多福求死经 求死经当经了 你问吧 我哪知道 我也没学过这个 求死金刚经 我给您学一段吧 您会 家传 你父亲和尚 这都听住人了 我没说你爸爸 你母亲往上一跪 老和尚旁边念经 母亲在那跪着 求死经 老和尚 这弥陀佛前面是什么呀 无所谓 也是瞎着念 道场 道场 再者前程 上行舍拜 还有他台词 台词呀 海如江生后 苦海滔滔 你自找为人不幸般分好 往在世上走一走 不是求死吗 愿关山有色 喜庭 水 无声 乃至求子 乃至花还 载人来 鸟 不尽 八月中秋 燕南飞 一声后 叫一声 八月 到又回来日 死去忘魂内 不回归 这位大师 你等一会儿 接些不曾经 别等 您这不是求子吗 对呀 怎么还有一个死去 亡魂不回归呢 死去亡魂能回归吗 回归不就完了吗 你什么意思 求子星啊 就是求 他得先念死一个呀 哎呦 才能够投胎转世嘛 哎呦 就没想到 我还这么占地方呢 你呢 哦 一个萝卜一个坑 死去忘魂内 不回归 啊能喝你呢 啊能喝你呢 那边还坐传绍的 嗯 跟跟 这就不得了 您求子要干什么 求子 哦 耶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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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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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请教您个问题啊 哦 耶是什么意思 哈 你误会了 我怎么误会了 哦 耶是反文 啊 我现在反着呢 我就问你什么意思 反文他意思就是痛快 他痛快 就是快了快了快了 嗯 快 哦 我现在和响都欧夜啊 快乐 哦 快乐 哦 好 你很开心了 哦 我现在和响都欧夜啊 什么 哎呦 我说唐僧啊 唐僧干嘛去了 西天取经啊 他得先取经啊 他得 我还是外国中 我还是 耽误人家四个人 你说 那个 我牵着吗 我 迎来日出 送我 这么多和尚 城大岛 走吧 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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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敢 问路在何方 还迷路了 路在江峡 感恩陆在何方 陆在街 白龙马 动画片呢 拖着汤山藏 在山谷的西 那个 您 不是 我就问一句 我是哪一集出来的 刚翻过了几座山 又越过了几条河 迟没忘凉 怎么他就这么多 我在后续呢 韩老孙来演 是不是到我了 到我了 我是续集出来的 是吧 哦耶 没有 甭那么开心 没有 再看他母亲 往这一跪烧香祷告 在这念念词 老娘娘在上 小奴家缺门德士在下 你妈缺德 小奴家野门基士在下 你妈野基 傻门淡士 你妈傻淡 孙门王室在下 对啊 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 没错 我们愿意重修妙语再速精神 多好 小奴家在这给您磕头了 磕头 哒哒哒哒哒 我妈脑子金刚座的 老和尚旁边敲庆啊 没那么寸 她母亲站起身来 嗯 就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 哦 准备拴娃娃 拴泥娃娃 哎我妈还套个流氓呢 你看 抬头一看 老娘娘怀抱的一个 神像怀抱的 这个不能拴 为什么 长大以后真命天子 哎呦 没那个命 不行 低头一瞧 地上趴着一个 地上那个 这个也不能拴 为什么 淘气不好养活 是 再找吧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在老娘娘供桌底下 发现四个娃娃 四个娃娃 谁 有你 有我 美艳芳 柯树梁 张国荣 你们四个 我跟杀死鬼混什么呢 打麻将呢 哎呦 你妈一眼就瞧瞧你了 瞧瞧我的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娃娃 我喜欢她 就把你抱家去了 抱家去了 到家以后 不到一个月 怎么样 你母亲怀孕了 呦 这零啊 不服刑吗 不行啊 不服刑吗 不行啊 老和尚多零啊 这老和尚多零 请您欣赏 艺术的技术 表演者 郭德纲 于谦 谢谢啊 刚才是 孔云龙李云杰 这是给我送什么来的 这是 哎 谢谢 就放这儿吧 就放那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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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房卡 这想得美 哦 几号啊 你们先聊着 哎呀 回来 我一看这 我提着裤子就走了 谢谢啊 嗯 这个相声嘛 就是一场接一场 嗯 刚才是我俩徒弟 哎 孔云龙 李云杰 都是云字科的 早期的弟子 是 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 嗯 换上我们老哥俩来 就再说一段 听相声喂的是什么 嗯 您说呢 开心快乐 喂的一乐 干这行就这个 嗯 我给您快乐 您给我饭吃 很简单 你再说别的就是诈骗 哦 那就是个吃饭的手艺 哎 呆着你不得吃饭吗 嗯 你不得干点什么吗 对呀 谋生手段吗 说相声呗 嗯 剃头修脚 嗯 卖菜 说相上种地 啊 上非洲当个皇上 啊 人这一辈子 就是这么几十年 就这么过 就这么回事 啊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嗯 我看什么都开心 您心态好 打我们家一出来 车在往后停着 嗯 那孩子呀 嗯 小孩淘气 孩子拿大铁钉子 在车上晃 哟 滑车呀 别人就 哎干嘛呢 那得说呀 我没有 您 童年的这种快乐 哦 是非常重要的 哦 这时候是快乐 涂鸦 这叫涂鸦呀 哎 哦 你看他画 嗯 哎画 你看他开心 乐的都不行不行 我也开心 您也高兴啊 那 车也不是我的 对 嗨 哦 不是你的车啊 孩子也不是我的 好嘛 这跟京东没关系 我等着司机出来打孩子 这您看着乐 看着快乐 啊 什么心态呢 人生苦短 哦 必须要开心 是 尤其我们这行 其实这两年 不是很景气 这行吗 去年 多少巷上的老先生去世 哦 这还真是 去年做过一个梦 呦 您梦见什么了 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 哎呀 我后来醒了一身冷汗 那是噩梦啊 梦见一大汽车 哦 没有司机 坐着一车说相 我得骂呀 都是谁呀 车里边 施胜杰先生 啊 常宝华先生 常柜田先生 都是去年 写天顺先生 啊 你车 哎呀 这车没有开车的 往前走 哎呦 车过去了 啊 鱼签在后退车 对 和我 我给这几位送走的 这都是 起来之后一身冷汗呢 那是 啊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不是 好好说吧 啊 不为了别的 为了观众 咱们也得好好的 应该 是不是 嗯 过去来说 过去后台 不管唱戏的 说书的 说相的 嗯 一提观众 说我们的座 如何如何 对 都这么叫 叫座 嗯 为什么呢 一人来有一座 对啊 啊 用座 代替了观众 买票吗 现在那个 新兴的娱乐行业说 粉丝 哦 哎 这是我们的粉丝 对 啊 挺好 不管是什么 您是我们的医师父母 那倒是 指您各位这张票 养家糊口 对 啊 有时候上台来 有时候看观众也可乐 怎么 你看这观众 喊什么 你就知道他是谁的粉丝 这能分出来吗 你听着 你听着 哦 你看 这个 喊 喊姐夫的 这都是张云雷的粉丝 哦 你看喊爸爸 都是郭麒麟的粉丝 刚才还答应了 咱们这时候喊了 喊祖宗的是 于老师的粉丝 谁说的 你的粉丝没来 我就没有 你看 你看 真下本 真有 你就来了一个祖宗 挺好啊 那天演出门口 有一姑娘 演出完了 在后门等着 不让我走 拦着你干嘛 保安也拦着 我说你别拦着她 我说姑娘 你有事你说呀 郭老师 我等半天了 怎么还哭了 我难过 我说别着急 姑娘 应该什么 怎么了 你能把名字改了吗 我说 什么叫改名字 您不知道 就人上一百 行行甩甩甩 人上一万 无边无厌 每一个不同的观众 都有不一样的诉求 他这怎么个意思 叫这姑娘 我说你能把名字改了吗 凭什么呢 我说你说说吧姑娘 我原来是郭麒麟的粉丝 我特别想把她的名字 吻在我的身上 后来 麒麟那俩字 笔花太多 怕疼是吗 我跟郭麒麟商量 我还给她发私信 我说你能改叫丁一吗 没听说过 我是真正爱你的粉丝 你以后就是丁一了 没听说过 郭麒麟给我拉黑 嗨 那非拉黑不可 所以我要找您来 您能不能改叫丁一啊 我说姑娘 我这个名字不能随便改 没错 你就说你艺名叫丁一不行吗 我说闺女 我说我有艺名 我那个艺名 你肯定不愿意闻在身上 您叫什么呀 我那个艺名也仨字 叫 头一个字是饼 饼 饼 饼饼面的那个饼 数着都费劲 您也说甭说客了 后两个字就省事了 叫什么 饕铁 好家伙 客完非死的 您这名字上不可 姑娘记住了吧 饼饼铁铁 哎呀 你这后背 这仨字没问题 反正是你最好 在标上拼音 行了 不用标拼音了 这姑娘现在 是我最大的黑分 对 但凡瘦点都客不下 尊重观众 人家花钱买票了 你包括 有的时候也挺可乐 网上好多人问 你看最近听说你们的 粉丝跟粉丝还打起来了 还打架吗 张三的粉丝跟李四的粉丝 打得跟仇人似的 你怎么看 我说我能怎么看呢 我们是服务行业 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顾客 是 顾客这就是两种 一种是是我们的顾客 一种不是我们的顾客 你不是我们的顾客 您该干嘛干嘛去 您看电影 就看舞蹈上非洲办个路 是吧 对 别提这个了 你忙你的对吧 河边游泳 学个带鱼 对吧 还编戏法呢 不是 广场写字 就别提这 不是我们的顾客 咱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您忙您的 您要是我们的顾客呢 我们就 好好的服务 就是了呗 就是 对吧 我们没有别的 因为这行 其实弱势群体 我们这行啊 哎呀 搞艺术 其实是弱势群体 呦 你上网骂街 你看 骂艺人 没有什么问题 你不能骂 其他的行业 不行 只有骂说相 骂演戏的 没有后果 我说很对 因为咱们挣这个钱 有一半是爱骂的钱 哦 这包含在里头了 那是啊 就跟演电影似的 嗯 早晨四点半 头套粘好了 开发野地 跟那等着 嗯 等到晚上十点 告诉 今天没有你了 回家吧 走吧 白费劲 那是你挣的钱 有一半后厂的钱 那没有演戏的钱了 对啊 一半挨骂 一半后厂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啊 要不说这行 难就难在这呢 啊 是不是啊 你是看见了 说相上的 张三李四 云鹏 张云雷 站在那 说三十分钟 哎呀 三十分钟 挣好多钱 是 他这三十分钟 人家农民伯伯 得挣多少年啊 如何如何 这玩意你怎么说呢 啊 也不是每个人 都挣张云雷这些钱呢 是 话又说话 你要这么说 那个画家都得抓起来 怎么 他一张纸三千万 嗯 造纸厂的工人 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那是 那叫台钢 对 对吧 不能这么听 话不能这么说 嗯 我们就是抱着一个 卖艺的宗旨 嗯 你看余老师 卖这么些年 咱实话是说 就别 您说我 你把那义字带出来 啊啊啊啊 也不义 卖这些年 对 嗨 就不能连着说吗 您这 就是好好卖 好好卖啊 其实 说相声 唱戏 说书 其实我们跟观众之间 咱们就是过日子 怎么叫过日子 好与坏 说到根儿一句话 嗯 它是一个亲情的问题 哎 多担待 观众要认可你了 怎么都行 是吗 网词了 笑场了 没板儿 凉掉了 胡说八道了 他也觉得亲切 愿意听 就这样 就喜欢这样 太好了 太松弛了 他愿意 哦 他要是看你不顺眼 你哪儿都不对 怎么都不行 那么就跟 就跟有人看郭德纲唱戏似 嗯 啊 他其实不是对郭德纲 对唱戏的艺术 多大的愤怒 哦 他是觉得有问题 人有问题 看郭德纲有问题 是 你把他最爱的 那个艺术家的那段唱 搁在郭德纲嘴里边 他听完了 他也不认同 也不行 他恨的不是你的艺术 他恨的是你的人 哦 所以说你你不行 这就没有办法了 哦 服务心态嘛 我们就把心搁正了 嗯 好好的干 尊重观众 后台跟孩子们开会 我也告诉 穿大褂上台 不许戴手表 我们倒是有这规矩 你看啊 你看穿大褂啊 穿大褂这儿戴块手表 这就是个外行 但是因为什么呢 观众看看表 嗯 看看票 嗯 看看票 看看票 干嘛呀 嗯 都是我的钱买的 嗨 哦 他这么比 不能代表 哦 当然 女演员可以 姑娘们行吗 来个姑娘穿一旗袍 嗯 翡翠的珍珠的黄金 弄一身 叮亮钢琅 站台上 这一耍一弄 哦 金光灿烂 观众可开心 这怎么高兴呢 看看票 看看 哦 我给他买大 嘿哈 射手他这么说了 嗯 我们这个男演员 怎么那么活该死呢 哈哈 带块表都不行 啊 这叫漏腹 慢慢来吧 嗯 好好说相声 对得起观众的 每张票价 没错 其实相声 要想说好也可以 什么叫可以 啊 最重要的一点 您记住一个敲门啊 啊 雅俗共赏 这四个字 我们经常说 雅要雅的那么俗 嗯 俗要俗的那么雅 这是 辩证关系 哎 太俗太雅都不成 怎么两头都不成 太雅 你雅得过昆曲吗 昆曲是 雅 昆曲那个雅到极致的 嗯 清朝那会儿啊 有规定 地方戏不许唱 哦 大清王朝就直允许唱昆曲 上档次 地方戏进了北京 嗯 又负责这方面的官员 嗯 先把你抓过来问 改不改昆曲 或 改昆曲就让你接着唱 不改昆曲 捆好了 大铁链子一拴 嗯 送回老家 别干这行 钱反了 哎 清王朝政府要求你 必须唱昆曲 必须要雅致 那时候都唱 当然到后来 乾隆一过生日 又出了一圣旨 随便唱不叫事 皇上过生日很重要 你看 各地地方戏进北京 打败了昆曲 才有了京剧 嗯 所以好多事情 其实 说的根一句话 都是相手 都是相手 嗯 雅你雅不过昆曲 是 清王朝支持到最后 到民国也卖不住票去 没人听得懂 雅到极致不风流啊 对 太雅太干净了 人活不下去 对 太俗也不行 这怎么不行 余老师一上台 就把裤子脱了 啊 谁看的呢 哎 这今天的观众 这素质有待提高 什么都看 所以 要想雅俗贡商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余老师脱了裤子 唱昆曲 嗨 实不怎么样 是这个意思吗 卖艺 我们就是一个小商贩 就是指着这个吃 对 好好努力 手艺 努力了 您可能就是相声一哥 不努力 你就是相声一哥们 对 一哥们 差远了这个 不一样是吧 当然了 当然了 小演员一上台 可能说的没有这么 让您觉得合乎标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先学吃饭 后学养家 这怎么讲了 他这先得活着 他15岁一孩 站台上说像 你要求他 跟你95的大师一样 不科学 对 他先得说一些个简单的 甚至通俗一些的东西 您开心了 您乐了 他有饭了 当他越挣越多的时候 他要爱惜羽毛了 这句话我不该说了 那句话不合适了 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爱惜羽毛 当然了 爱惜羽毛的前提 你得是个鹰 你要是个胆子 就别费那劲来 对 那还爱惜谁的羽毛 对不对 说相声 是天底下最简单的 艺术形式 但也是最难的 是啊 因为什么都没有 穿不穿大褂不重要 无所谓 提裤就说相声 怎么还提裤呢 怎么老提裤子 你提着裤子 穿个衬衣 你不是能说相声吗 有没有这桌子 也能说相声 对 有没有这扇子 不重要 没关系 脑子很重要 对了 有脑子就说相声 而且要有基本功 这是我们 对 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其实是简单 但是很难骗人 很难骗人 你看今儿啊 北斩 就这个屋啊 我打零几年就跟着演 我演十多年了 对 就这个屋 不到三千人 两千七百多 什么最难 就是这个最难 这是商演 你让他从口袋里拿钱 这个最难 真金白银 你要说撒出票去 求求你们了 父老乡亲 请你们来看相声吧 你们听完之后 你们就得到升华了 这是我们的情怀 你骗他 他还憋着骗你呢 这不容易 你只要记住任何一件事情 让老百姓从口袋里 自觉自愿地掏钱 这个背后就都是真实 全真的 什么叫艺术 艺是艺 术是术 艺是演员的能耐 术是把能耐卖出去 有意无术 那叫诈骗 哎呀 我这东西这么好 那么好 听完我这段相声 你如何如何 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说 两毛钱一张票 观众把剧场都砸了 你就叫诈骗 不爱听 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 你再说什么都是假的 所以咱们得好好地干 是 别的没用 人家对过也说相 咱也说相 咱干不过人家 哎呀 把余老师勒死挂 他门上讹他 是 人家赔咱五百块钱 但是并 我还叫值五百啊 我这死的太轻如红毛了 我这个 轻如红毛 重于切高 切高干嘛 不能啊 骗不了人 哪那么容易啊 我给孩子们上课 我也说 我说不管你们 是为了什么目的来的 咱们这行 名利场试飞圈 就是这样啊 你看云鹏站台上 说三十分钟花 挣这么些钱 嗯 这叫暴力 所以老天爷有眼 不能让你们所有人 都挣这么些钱 是啊 人人来了 三十分钟都挣这么多钱 没有王法了 嗯 那不符合天道 所以大批人还得是 三十一段 五十一段 啊 你得努力 嗯 我们这都大小 开始学这个 嗯 这个他我 什么高峰 嗯 好几个我们都一块长 包括他媳妇 嫂夫人 媳妇 啊 他媳妇 我们大小都认识 那是 我跟他媳妇 我们都那会儿 光屁股一块长大的 这跟谁啊 那会儿小十八 十八 这还小啊 有这么说话的吗 就说我们成长这个过程 啊 一块一块慢慢地熬到现在 嗯 这也都土埋都没嘛 怎么还在没嘛这 说像四门功课 嗯 说学逗唱 是 嘴要干净 这是基本功 你做的剧场 哪一个角落 都得听得见 对 啊 这个字不能吃字 那就没功夫了 对呀 还要让观众开心 嗯 俩人站着四十分钟 观众一个乐得没有 你怎么舔着脸往下走啊 不叫相声 你到后台 你怎么忍心 接人家那二百块钱 未问的钱 嗨 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要有基本功 嗯 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 都得学 说学逗唱 唱是太平歌词 哎 这是我们基本功 看这意思 大伙是喜欢听 太平歌词呢 是说像人的唱 嗯 除了这个之外 唱戏 唱大鼓 唱歌 不管唱什么 是说学逗唱的学 属于学 因为那些有专业演员在唱 唯独太平歌词 是我们本门的唱 啊 刚才这位观众朋友 我还来一段 嗯 咱们就把机会送给他 对 谁啊 谁 谁喊 你可不能这样轻视观众 不是 你要知道 好几千人 他能勇敢的 来一段 这个不容易 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 站起来 那个胖子 人家喊来一段 是让您唱一段 哎呀 我歇会儿师傅 唱几句啊 我先唱 唱完之后 你们要听哪儿不对呢 你们就出去 对 出去 我这样会不会没有朋友 对 一直没朋友 那就好了啊 你说的是我在行业内部吗 您这是不是又唱头了 你说这干嘛 特别简单 台评歌词 会两句就会一万句了 您唱一下 哎 你看前面 这都是热心的观众 把手机都举起来了 对呀 好啊 哎 举着 看你们能举多久 你唱不唱 庄公 大马下山 来 遇见了 哭了 到我在尘埃 庄子修 一剑发了 测印 深背后 摘下了 葫芦来 葫芦里 到处来 金单一粒 那半边 红来 半边 白 红丹 至多是男儿汉 不要脸 至多是女裙 拆 用金簪 那桥牙关 关下了 药 骷髅骨 得命 站起了身来 伸手 抓住了高头马 口尊 先生你听个明白 怎不见 尽不见 金安玉 趁我那小 遥马 怎不见 勤见 书香 我那 小婴孩 这些个东西呢 全然不要 快快快 还我的银子来 庄子修 文听 长叹气 那小人 得命他 又要死 才 太平歌词 这叫骷髅探 好了 这回该你了 来吧 老有人 这 他会不会心里有阴影 这没有 何家睡半天 要坐起来 该我了 太亲密心了 这 这种唱 这叫本门的唱 我们的本宫 对说相来说 这叫唱 你再唱别的 叫学 没错 学就多了 什么小商贩的叫卖了 什么地方戏曲 都得学 那些小曲小调都得学 你包括这个叫卖 叫卖我们也得学吗 是说相就得会叫卖 都有这段子 叫卖其实现在离这大伙也很远 没有了 没有了 走界穿巷子 这个吆喝的根本听不见了 是 外国好像也没有 外国就没有叫卖的吧 我没听过 我也上国外演出 这么些年 你什么时候跟外国接上 买当劳 买肯德基 叫卖没有 买大小肯德基 行了 还大小肯德基 没有 压根也没听过 咱们的特色 过去其实北京城讲究这个叫卖 那是 九枪十八调松绳撬扁丹 非常讲究 过去那个卖菜的 嗯 挑一个扁丹前后的箩筐 嗯 十几样青菜 呵 这个吆喝起来跟唱歌似的 它什么味儿 香菜 辣青椒味 狗松软青菜来扁豆 切的黄瓜加黄瓜买大海铁 买萝卜胡萝卜 变萝卜的 眼儿的香吃的 色的好酒菜 哎呦 一大套 现在也没有这个卖菜 您今天吆喝了啊 听不见了 买成果来了 吼 好家伙 还没吆喝就给抄了 您这 没有 没有啊 啊 你过去连这个炸油条的 它都吆喝 炸油条怎么吆喝啊 支个油条的锅 啊 跟这炸油条 是 嗯 挺炸啊 吆喝什么 哎呦呦青嘞 面儿又白 扔到锅里边飘得起来 越炸越大塞过伤鹅嘞 好大哥的那是油炸鬼 要叫油炸鬼 炸油条 那过去油条得够一尺 对 长 扫红色 现在油条也就一哈 黄的都站不住 啊 我有时碰见外油条也问 嗯 这炸铅笔多少钱 铅笔 他好像不太爱搭理我 废话 有炸铅笔的吗 嗯 反正这个都是我们的功课 都得学啊 包括这个 包括戏曲 包括小曲小调 哦 你听那张云雷唱那炭清水河 那是小曲 那张云雷好唱的红遍天下 都知道 多数老太太都爱张云雷 嘿 老太太 其实好多小曲过去来说 都是官礼的 怎么着 就是以山海关为界 山海关外边都翻省 山海关以礼是咱们 北京河北 哎 您听现在有说二人传里边 什么正对花啊 反对花啊 什么切武庚 叛武庚 这都是过去是官礼的东西 哦 都是北京天津的小曲 嗯 后来咱们这没人唱了 人家二人传还有个保留了 人家学下 哎 但是根都是北京小曲 这是发起 你包括张云雷唱的那个炭清水河 嗯 你听那词就是吗 海淀的故事吗 海淀 海淀就是炭清水河吗 有多会的是吧 您唱一首 我就别唱了 您唱几句 我有一最大特点 啊 我有一最大特点 我唱完之后 孩子们只要一唱 我就不再唱了 您把那词唱 桃圆尖上金 啊 就够了啊 什么就够了 当然了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小曲 因为太流传的广泛了 很多风话场所也唱 啊 风话 这个您是了解的 我了解什么 我怎么就非得了解 好多烟花院里边 一些个女性工作者们 也唱这个 啊 所以后来这个 张云雷唱红之后 还有那个专家指责 指责他了 啊 唱这些个 低级庸俗的曲调 其实这个没办法 人家个 烟花院里边 人家还唱京剧呢 啊 你不能因为他那个环境 把这些唱词 你给污蔑 这只能说你没有文化 啊 但是孩子们唱完了 我不爱唱 我唱都是那个 老的那个 比如说皇宫里边 皇上听的 哎 这给娘娘听的 这个我叨动叨动 哦 那您就来一个段呗 这这 这在座也没有 没有娘娘 不 哎 这现在都 还有 他们说你是 鱼娘吗 鱼娘娘 嘴不利索 谁嘴不利索 一看就相声票友 听会呗 行了 嗯 那行 我唱一个这个 唱一个过去专门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听的这么一个小曲吧 好吧 嗯 请大家保持安静啊 怎么听着 因为这过去在皇宫里边有的时候这个他王法森严嘛 啊 是 给皇上唱大师 搜集好多 甚至包括前两天我刀的那小曲我听录音我都没想到 嗯 就是那个刘秋 日本那冲绳刘秋 哦 他有一个小曲我一听完哎呀 依然是用中国话唱的 哦 就是叫万岁爷 这是明朝那会儿他们进贡给皇上唱的 嗯 流传好几百年了 所以很感慨 好多小曲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啊 都是皇上听的 对对对对 来我尝尝这个 皇上听的 小寡妇 你先等一会儿 您这是给皇上听的吗 这个 啊 不是 皇上就听这个 这是给太监听的 好吗 嗨 听这茄儿 听这茄儿 小寡妇 三景半夜 鱼泪纷纷纷 似想起多情 有意的人 我为你往山 跑似马 我为你沙里 灯黄金 望断天涯 终何而勇 骂了生抽烟喝酒 烫头敌人 我把这说完 这世界很酷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乐在今宵 表演者郭麒麟 颜鹤小 每回都有礼物 还有我的 哎呦 我以为跟这大哥亲一个呢 哎呀好 吓我一跳啊 这也算我师父儿媳妇了 对对对 我算他媳妇了 刚才是张赫伦 哎呀赫伦多好啊 唱的也好 演的也好 是 但是就一个问题 他说了不算 都说跟人家黑黑黑 他也没黑 他吓着了 你可以黑黑黑 我别来了 我就 没关系 他们这种节目 就是特别的热闹 不光观众爱看 我们演员自己也爱看 是啊 但是言归正传 什么样的演员 表演什么样的节目 对 你颜鹤翔这样 他来就来得了吗 我来不了 差一点 因为什么 跟个人的生活有关系 他这人平时就很耗尽 真的 你说相声 我们在舞台上表演 大部分时候 有时候出的都是虚构的 但是也有真实的 是 拿言克翔来说 刚才我说他们家有钱 这是确确实实的真事 假的 真太有钱了 有钱到什么地步啊 他爸爸每天出去 溜弯的时候 时不时的 就得数钱 对 真的 走大街上 他爸爸掏出钱来 啪啪啪啪 不停 你给我回去 你过来 你过来 坏门你这叫 我们家哪那么有钱 真是事啊 真正有钱是他们家 当然郭麒麟他们家有钱 这两年 以前也不行 以前郭麒麟的爷爷啊 只能给人送水去 不不不 你这个说得点过分 不不不 这你找的是不是 废话 咱们后台这都什么人啊 你先说的我 要依然这么说啊 我孙子还扫地呢 我孙子扫一半又回去了 现在这大伙都那么热情 你看 我 说不了他 我说不了你 什么样 他是狗 是不是 别瞎说 这都是一个小调剂 小幽默 小幽默 你说 我拿他开玩笑 他急吗 不急 对 你为什么不急啊 我要不挣你爸钱 我早弄死你了 无所谓 什么理由算无所谓啊 反正你不敢跟我急 不敢急 甭说跟我跟后台谁 他从来没瞪过眼 我脾气好啊 脾气太好了 非常的温顺 真的 特别的通人性 你先等会儿 我还是狗上个我 您说脾气好就完了 善解人意 爱跟大伙开个玩笑 是 平时跟后台那哥几个都好极了 师兄弟 包括长辈 他跟我师父关系特别好 您说于谦老师 对 跟于老师 望年交 那么同龄的师兄弟 跟岳云鹏最好 小岳岳 对 他们仨人铁三角 有时候这姐儿仨 经常一块出去玩 姐儿仨呀 姐儿仨 还不是姐儿仨呢 姐儿仨 就这姐儿仨 老一块出去玩去 对啊 山丹海北哪都去 去哪了 西班牙去没去过 去过 哥 颜岳翔爱去那儿 因为那儿有一个运动特别刺激 什么呀 斗牛 西班牙斗牛 一个斗牛市拿着这么一块红色的方巾往这一站 哎这手机一抖啊 哎一抖 这牛的看这洞的东西他着急啊 他过来顶这块布 哦 他一顶这斗牛市 走你 哎这牛从这就过去了 哦 左右都一样啊 哦 这边也这边一抖了这牛 最后一过去走走你 哎你看看 哦 多好 你看 颜岳翔逃回去 哦哦 看这儿新鲜 对 我也来一回吧 来吧 颜岳翔逃回去 哎 我上是作死去了我 你想给牛来一个惊喜 受不了啊 我回家给我妈一惊喜了 大大的surprise 像话 多好玩啊 嗯 不关欧洲 还去哪儿 非洲也去过 哦这离欧洲还不远 啊 你非洲那边当然就不去大城市了 我去哪儿了 像什么开罗开普顿都不去 嗯 专门上那个村里头玩去 哦为什么呀 哎 这叫非洲农家乐 对了 没有这个名词 住在人家那个部落的酋长家里 啊 一个村一个村逛 是 这天这一家仨来了一部落 哦 一打枪 嗯 坏了 怎么了 这是一个食人部落 哦就是部落里有十个人 对 什么文化 食人部落吗 吃 明白吗 哦把我们要吃了 对 太狠了 好家伙 大师给这仨人五花大王都扒光了 嗯 拿水洗得了这边大锅 织好了 嗯 马上要拿他们就得灰土豆 哎 草子清炖就是 这会儿酋长来了 嗯 啊 行了 这会儿就赶上咱们这个祭祀时间 嗯 不能够吃人肉 是 就不吃你们仨了 那怎么办呀 虽然说死罪以免 嗯 活罪难逃 那干嘛呀 嗯 我们这村后山啊 嗯 有三个山洞 哦 每个山洞里有一只星星 星星 你们仨一人选一山洞 哦 什么时候爆出小星星来 什么时候放你们走 对了 这还不如吃了我们呢 怎么了 这非洲人什么刑罚呀 跟人家黑黑黑 多可乐呀这个 好 这能行吗 能咱怎么不行啊 嗯 仨人一人挑一个都进去了 哎 等吧 嗯 过了一年 哦 余老师这山洞打开了 嗯 余老师出来了 啊 原来这劲子就烫得秀发啊 哎呀 出来一看成兔瓢了 啊 都掉 掉光了 嗯 这边抱着那小星星 真生出来了 你想想 哎呦 小星星往那一坐啊 嗯 这边抽着烟 这边喝着酒 上面探着头 哎 哎呀 这一看就是余谦的种子这个 出来了 嗯 旁边那星星 掺着我师傅 哎 是我们大娘了 这对了 你一家三口多快乐呀 嗯 一出来 球场看高兴啊 嗯 你看看还真办到了 行 回国吧回国吧 这还有脸回国呢 放我师傅回国 嗯 跟我爸说下来吧 哎 嗯 走吧走吧 过了三年 嗯 月云鹏那山洞开了 哦 元鹏出来了 嗯 哼 没空手 嗯 抱了两只小星星 好 这二胎都出来了 嗯 想想国家号召 哎 小星星长得跟元鹏一模一样 怎么呢 哎 一出来一个一个 这标准的姿质是吧 我的天呐 你都怎么出来了 哎呀 这小星一个个都会唱歌呢 怎么唱呢 哎 这边一张嘴 啊啊啊啊啊 这边五花 哎 你看 多可爱 二生步 啊 旁边那星星 颤着我师哥也出来了 哎 这我们嫂子 啊 一家四口出来了 嗯 呵 球长高兴 嘿 你看啊 超额完成任务 嘿 坐头等堂回来 给球长气坏啊 嗯 怎么回事 赶紧进去看看 看看 嗯 山洞打开了 进去一看 嗯 给球长气坏 怎么了 颜鹏翔在山洞的这一脚 嗯 星星在这一脚 嗯 这俩人不说话 呦 浑身都是伤 嗯 给球长气的 嗯 冲我来拽颜鹏翔脖领吧 啪啦 来一大嘴巴 你个没用的东西 嗯 啊 你看看人家于谦云鹏 人家一年三年抱住啥星星去 你八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对啊 废话 我那星星是工当 我今儿晚上拿你就当那星星吧 跟你说我 那那不行 那不行 受不了受不了 后来后来就放你回来了 行行行 您这故事太荒大了 对吗 你是这番出去旅游多快乐啊 哪有这事啊 多开心啊 嗯 他经常这人心里不搁事 对 很少说有不高兴的时候 嗯 我跟他就不一样 您怎么着啊 特别的忧郁 不知道亲爹是谁 嗯 这是值得忧郁一下 你这这说一晚上都没劲呢 你这 好 你就事实了 我凭什么呗 我都觉得这无聊了 那您什么事忧郁 忧郁因为考虑到我自身的问题 个儿太矮 谁 我 我个儿矮 您自个不知道啊 我一米七八知道吗 您家尺子坏了 你看人关注这呼声 您哪看出一米七八啊 我一米七一米七吧 哎呀对也就一米七 你门管 门管 那怎么了我这身高 啊 这是世界男子标准身高 哇这都你爸教育的是吧 对 比我们爷俩高的都是巨人症 哎 对 这拿着解宽心不就 对对对 马上改改刑法了 啊 你多高 我一米七八呀 七八枪毙你知道吗 行什么呀 没事啊 你那是烧饼那爸爸 我行 我行 我身高不是说我愁的事 嗯 我最着急的什么事啊 嗯 到现在 单身 拍下的女观众都激动了 对 不用 什么头是吗 把孩子给我吧 跟你不行 你奶水不足你知道吗 什么男同志这 你死不死啊你 我怎么了 你还单身你 没有女朋友 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你 我跟你一块 我还不知道你们我 你怎么退学你都忘了你 我怎么退学 他们学校教导主任都怀孕了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不是因为我爸去 给我开家长会吗 哎 对对对 我天啊 我 本来给了三十万 什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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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胡吧 大伙都以为成真的了 你知道吗 那就是真的吗 我这一圈学演回去 再看我爸都进去了 你这 嗯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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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高兴 我高兴 那是 第一集成人 你 那未准 你知道吗 我我这人 你还不相信我吗 嗯 我这人你看平时说相什么 还凑合 嗯 在感情方面上脑子不行 你嫁不住女观众勾搭的你 我这这都是其次 真的啊 嗯 我就考虑说我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 这有什么原因呢 嗯 总结出来了 什么呀 没钱 对 啊 那是 您还没钱呢 好 全中国说相什么钱都让你们家骗了 对吧 这个骗这个字用的不好 那怎么说拐 就我没钱你不知道吗 不是那你爸那么多钱怎么不给你啊 多新鲜呀 他知道真相吗 我这 他赚那么多钱那是他的 嗯 我我能花他钱吗 你不花他钱你花谁钱 这是我 我 哦 他们说花余千儿钱 余千儿钱都给郭小宝花了 对对对对 我们这都什么关系 嗯 我就是郭小宝 这个你这个 我心里难受啊 那怎么办啊 我也想过上好生活啊 嗯 你看我那朋友们人一个个人穿着什么什么衣服 你还有朋友呢 多新鲜 人穿的衣服 嗯 全是那奢侈品 你得介绍一下 穿的衣服上面那狗头知道吗 狗头 对 什么衣服有狗头 小鹿那个 什么衣服 迪士尼的衣服 对 没穿过 那是好衣什么呢 这不是那个 纪凡西啊 哦 纪凡西是好衣服 纪凡西啊 啊 纪凡西 知道吗 还会英语啊 知道吗 哎呀 人家穿那个裤子啊 圣罗兰 哎哼 三楼上 知道吧 咱用国语交流好了 是我说的是国语 穿的衣服 我穿的鞋 嗯 好 人家穿什么衣服 我穿 我就德云法俗 我就是 您出门也穿这个啊 对 晚上过十点不让出门了 你知道吧 爬一打 像诈尸的 啊 你这我怎么跟人比 我这一尸加一块没人鞋袋之前 那也没有丹麦的 啊 人家一出门 人家豪车 法拉利 兰博基尼 FUV 啊 哦 跑车 人家开真是超跑 嗯 我什么呀 你好车 我车是比他贵啊 嗯 地铁是吧 啊 你这不一块比啊 怎么差这么多呢 回家我找我爸 我说理去 啊 我说没有您这样的 知道吗 嗯 怎么就不能给我钱 哦 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炫富 这 哎呦 给我呀 哦 说完这话 给我爸气的 嗯 什么孩子你这是 啊 三观不正啊 哦 我替你的未来感到担忧 哎呀 你以为有钱就好啊 啊 啊 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 你错了 爸爸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啊 是吧 标准的坑爹我跟你说 你爸早晚舌在你手里 我听完我就明白了 哎 当然这这这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啊 你爸究竟什么快乐 你得说什么 这真真不能说 那几个女主持人 不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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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怕人爷们找去 哎 我我这个人啊 啊 后来我爸一说完 我明白了 嗯 这个什么事都得从自身做起 对 对吧 你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嗯 我一想也是 嗯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 那好多姑娘都特别喜欢我 我说你爸花多少钱呢 嗯 花钱干什么呀 我花钱凭什么喜欢你 看中了我的魅力 知道吗 姑娘眼睛不好的 你知道 你怎么老这样 嗯 都躲把了挺累的 就别异了 知道吧 真真事 真事 看中了您的魅力 太喜欢我了 嗯 可不吗 嗯 那时候那个班里好多姑娘都都追我 是 那我们也也谈过恋爱 嗯 也谈过恋爱 初恋 初恋 嗯 那是几十四五的时候吧 我您发语还够晚的 嗯 怎么意思 你爸一般八九岁就还恋爱 你听错了 那会儿 嗯 有一姑娘 嗯 挺喜欢她的 嗯 后来在一块谈恋爱 在学校在一块 出去放学了还在一块 嗯 时间长了我就有点烦 嗯 因为你出去你逛商场 总是那几个 嗯 我说咱以后要不就就 咱们出来玩了 一说完人姑娘不高兴 嗯 讨厌 嗯 那不这样吧 咱不逛商场了 嗯 上我家去呗 不是 这姑娘这么主动啊 然后我爸我妈也不在家 哎呦 行啊 哎呦 哎呦 那这姑娘挣过钱看吧 我说干嘛 上家干嘛去啊 上家 上家玩去啊 不是上家玩什么呀 嗯 你还不知道啊 玩点那个 你们男生都爱玩了呗 哎呦 英雄联盟 哎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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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我给你打扶住我去吧 你行行行行 你是你爸亲生的吗你 怎么了 你这荷尔蒙有问题吗你这 对 我就不喜欢这么直接的 这是吧 你跟他装糊涂 对 那你介绍给我可以 那倒不至于 后来后来就不在一块了 人不理你了 一直单身到现在 嗯 现在到二十岁这个年龄也非常的渴望爱情 是啊 对我看着您我就羡慕你 你渴望爱情 不不不不 我有男朋友 没听说过 我那意思您有一份不悔的爱情 这倒是 结了婚了 气死你 那倒不至于 您想今年 您是贵增进的 我今年二十一 怎么 我这也一我这 你跟扎克罗看似像童年 怎么 我说虚岁二十一 那你十岁呢 三十五 时数十四岁就是不是 那怎么了 到底多大 三十五 你三十五这有什么唐人耶这呀 就三十五显成中年吧就是 对呀 人到中年 可以 三十五三十而立 对 你这都立了五年了 什么叫立了五年了 成家立业 成家好 结了婚了 结婚了 早得比你比你小吧 小七岁 哎呦 秦寿啊你 小七岁怎么就秦寿了 你长那么小 没听说 我跟于谦比我就是上人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要长一七岁 你现在马上就给我递下来你是不是 你不是没找过你 我多来找过我 小七岁很正常 小我的天 小七岁 嗯 你今天都三十五 三十五 他比小七岁就是四十二 他 你说这是你们家长辈的 小七 小七二十八 二十八 好啊 二十八岁 好你看啊 别看上了岁数 二十八算上岁数吗 不算啊 不算啊 女同志二十八正当年 正当年 有一孩子吧 对 有一孩子 呼 我见过他这孩子 当时还一两岁那会儿 对 个儿不高 刚会走路 在地上跑得快着呢 贴地建立一样啊 什么形象 跟土形村似的 他儿子在地上 你说这是我师父那样 你看看 这小孩的地上来回跑 形容嘛 看着孩子也可爱 长得跟严格强一模不一样 你就是吧 这么一个 那是我儿子嘛 你都说是 一模一样 嗯 看着孩子也美啊 嗯 我也高兴 看他们家的孩子 嗯 嗯 嗯 哎 嗯 行 干嘛 您这 不是我们孩子受得了吗 您这 行了行了行了 断个抖有福 知道吧 嗯 嘿 叫叔叔 哦 就我们孩子管他叫叔 叫叔叔 怎么不说话 叫叔叔 你孩子叫叔叔 你听见没有 哎 干嘛 你笑不笑 别来了 别踹了 别来不玩了就 我们孩子没多少血知道吗 你 不叫也别打孩子 就这一个 你有二胎嫂就double kill了 你这是什么 什么孩子 你这 不跟你闹了 不跟你一般见识 叔叔给你把脑袋捡回来啊 哎 啊 怎么头都掉了 孩子早些小娃娃那头打掉了 你吓死我了 真是你这孩子 你你得让他 你不能除我的呀 不是 您这就不除我的 是不是 孩子应该得可爱 嗯 嫂子生完这孩子 愣看不出来 就是身材没走形 嗯 有的那个女性生完孩子 可能稍微有点臃肚 是 嫂子没有 嗯 二十八岁了 哎 生完孩子 有时候我经常纳闷 嗯 我说嫂子你说你不 我手撂去 摸什么呀 嫂子 文也不行了 您过来您过来 您照黄线后边行吗 啊 嫂子是地铁是怎么 像话 没人上 这个你这儿 嫂子 这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啊 她好运动啊 因为她爱跳舞 哦 对 舞蹈达人 嗯 身材保养的也好 嗯 S型身材 哎 从正面看 啊 是一个 从正面看 哎 你先倒 你先倒我 我形成树懒了你 啊 啊 癌子型从侧面看 嗯 侧面是个Z 嗯 这还要得了吗 这个 我也不是怎么发 就是从侧面 侧面 反正身材非常的好 这点您跟她比不了 我怎么知道 嫂子好动你好镜 是 这人平直在家里 没有说好跳 没有这么激烈的爱好 嗯 自己就喜欢没人看个书啊 嗯 古灯点那个高科技的产品啊 什么高科技产品 人家发生手机 啊 啊 你后台我们也有喜欢那高科技的 谁啊 那些这个烧饼 哦 就刚刚扫地那个 对对对对对 我那孙子 嗯 他特别的喜欢高科技产品 是吗 啊 那天看见盐盐翔了 高兴过来了 哦 何强兄弟 嗯 这个我跟你说个事啊 嗯 知道最近有个新鲜玩意儿吗 哦什么呀 透视眼镜 什么叫透视眼镜 你戴上这眼镜 你看谁谁都光着屁股呢 这还有这么正义的眼镜呢 嗯嗯 买去吧 赶紧买去吧 你说盐盐翔高兴 嗯 什么呀 京东上午上午怎么买 货 上午订完下午货送到了 哎呦 人家送快递站他们家楼下就喊 啊 颜盐翔 人家透视眼镜到了 别嚷嚷啊 这买这能嚷嚷吗 让你赶紧戴上啊 打开了一戴上户 效果怎么样 送快递这小子 光着屁股站边儿呢 还真没穿衣裳 太好使了 啊 来吧 嗯 出去试试吧 上哪儿了 可这北京就溜啊 溜溜溜溜了一天 嗯 到晚上十点多 实在逛不下去了 怎么呢 贫血 我这出息了 回家回家回家 啊 刚一进家门 哎 整瞧那这烧饼跟他媳妇俩人 坐床上正聊天呢 哦 哎透过眼睛一看 这俩人也光着屁股的 哈哈哈哈 太滑稽了摘摘摘摘摘摘 怎么还光着屁股呢 去你的吧 谢谢 谢谢 精彩的节目 真是一场接着一场 按顺序来 按到顺序来 嗯 各位 还都没有走啊 十点多了 咱们不到八点开始了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谢谢 谢谢 哎 警察怎么换了 先不要喊 不要喊啊 谢谢 我正 我正在来 正在来啊 听见什么呢 再来一个 谢谢 嗯 接下来的时间呢 给大伙唱一回 好啊 其实熟悉我的朋友 您都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 演唱类的 好 好 我再解释一下 每次演出的时候我都需要解释 五魂之歌可以唱 一唱就结束了 一唱就全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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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喜欢一个 喜欢唱的一个人 你是好唱 我先按照我自己的顺序 给大伙先演一遍好不好 先演我自己会的 然后你们再点 随便喊 反正我都不会 就过瘾来了 特别喜欢唱 首先说这个戏曲 北方有一个曲种 叫做平剧 特别好听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这说的歌曲平剧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费心底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只要我们 对你我来讲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 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您等会儿吧 您说这是平剧吗 当然是平剧了 你不是说北方的剧种 那平戏呀 那我哪会呀 就喜欢你的坦诚 是不是 我也喜欢我的不要脸 那是那是那是 一言不合得想抽牛现在 同一排 同一排的大剪 裤肠好短 那个 穿着裙子你都看见裤肠了 不是穿的就是裤肠嘛 咱那看的不是一人可能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它就在我的眼前 我怎么躲都躲不开 你看你抬眼皮的白花花 你知道 对呀 我跟柳妍拍戏 我跟柳妍拍戏 他那天穿的也确实 是吧 老个猛牛在一块 我就跟他说 我说柳妍 我实在是 我的眼睛躲不开了 我没有办法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镜头就在这 我的眼睛就在那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柳妍说那你看好了 对不对 你看 你看你看 哎呀 弄弄都不好意思了 两天约他吃个饭 不好意思了 这这这这大姐 要不你拿个东西 你挡一下 或者怎么样 他上面穿的 也少关键试是吧 啊对 这个吊袋 就是 吊袋还是那那样 年轻演的就是好 我承认我今天没有演好 但是我看爽了 比较喜欢唱 那是那是 嗯 我今天说比较喜欢浪 嗯 比较喜欢唱 我还能找回来啊 是是 那好好给大伙唱一个啊 好 很少在演出的时候唱 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什么歌 橄榄树 呦 真的 就这么清新脱俗的歌都会 那当然了 你还会这个呢 注意听啊 您您快来 橄榄树 奇遇 哎呀好奇遇 好 你来 不要问 哎呀好听 哎呀这好听 哎哎 有点那意思 有点奇迹那意思 好听好听 不要问 哎呀好听 哎呀好听 不要问我 哎 你曾经爱过多少 哎呀这不德华吗 坏了好 转到德华那去了 对 会太多了会太多了 这是不错 不要问 哎呀对对对 好 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一起唱 唱黑 一起唱 哎响 哎呀 海淡有多高 还是真小 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 很多 很多 耶 耶 这是奇遇吗 是不是杨玉盈吗 哦 对对对 杨玉盈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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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 会 会 对对对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嘿嘿嘿 不是这词 什么词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哦 对对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词对着调不对 哎呀 听听听 哎呀 听听听 这是奇遇 怎么唱怎么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哦 我来不了我这 你来 你我我倒是想来 我就会一句 不是不是你来你来 还是你来你来你来 我错了我错了就行吗 我错了就行吗 我错了就行吗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 我我听完你那个我才会的 是不是啊 满意啊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对了 我的故乡在远方 可以 再来再来啊 我这唱一半的大姐说河南 我用你提醒我 不准确 浦阳 你这个女儿真有意思啊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河南 自己都串了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在河南惹事儿了吧 你管得着吗你 跑出来来说 这样吗我出不主意 我唱个歌我让你猜好不好 猜什么 是什么歌 歌曲的名字 对 没有问题啊 您来 女孩的心思难害你别猜 女孩新的男孩 别猜别猜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压魂附体了 我知道你在想 行行行 女孩新的男孩你别猜 第一句就是歌名 对对对 第一句就是歌名 这赖我赖我 听这个啊 一般就是第一句都是歌名 当你老了 那个 哎哎 我这第一句就是当你老 水 会得唱 浑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火旁大盾 回忆青春 行 什么歌 唱这不都有用吗 什么歌 你问我什么歌都完了呗 什么歌 当你老了 当你姥姥 哎哎 骂什么姬啊 谁骂姬了 当你姥姥 当你姥爷 当你祖宗 不是你把这耳朵只能起来行吗 当你老了 当你姥姥 当你姥姥 赵赵的歌 这第一句就是嘛 这一来我 头俩歌啊 第一句歌名就把它唱出来 不是头俩歌 都是第一句 听听 这好猜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还是我原本给的酒不够 这名这么长呢 这歌名怎么这么长 什么歌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不对啊 还是我原本给的酒不够 是吧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还是我原本给的酒不够 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 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让你疯 让你去放纵 因为你 乖 我不能装作无等于衷了 那是柳妍啊 那是柳妍啊 关于柳妍我装作无等于衷了 那是柳妍 你就是一流氓 你就是 什么啊 这不就是过火吗 这不就是 怎么忍心让你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来留言 让你更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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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啊 两头怕 这就 换一个啊 来 好的 来个好的 来好点歌 特别好听的歌 这几年比较喜欢的一些个恶心的歌曲 对 怎么还有恶心的歌曲 当然有了 我知道可不多 三分停足底 哦 闭南语 七分靠大便 七分靠大便 这词怎么写的 靠打拼 你别干了 那么挤 还有还有什么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鼻涕 哎 用唱吗 可不都有鼻涕吗 那是脾气 还有孙燕姿的一首歌曲 哦 燕姿的 梅中间 有个红点 裤衩遮住脸 梅中间 有个红点 裤衩遮住脸 我不知道灵感来自哪里 真的 写这歌的时候 真的 看编书下来的可能 你等会儿吧 人家是红砂 红砂不好听 好听 我试过 你来呀 梅中间 有个红点 红砂遮住脸 暴听 怎么这么怯呀 梅中间 有个红点 苦衩遮住脸 显得那么可爱 那么俏皮 那么骚气 那是 脸大还崩得慌呢 那可不是吗 我就老崩得慌 那是 你已经干什么去了 还有一个 那个驴肉之歌听过吗 驴肉还有歌呢 耶驴呀 神秘耶驴呀 我一定要找到它 作火烧 人宰了 有什么好唱 人家是耶利亚 还有什么要死之歌 要死还有歌呢 一听就是要死的时候唱的 您唱唱 烟烟一息的时候唱的 烟一息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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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去死吧你 好 倒气呢 老哎哟什么呀 是是是 还有什么清明节之歌 清明节好歌 跟你爸扫墓的时候唱的 跟你爸扫墓的时候唱的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回来吧 哎哟 回来哟 你喊他干什么 哎对 人家是归来吧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什么小秘密 在这个娱乐圈 有一个孙老师的好朋友 好几个呢 肖亚轩 哦 轩轩 有一首歌是写给孙老师的 这不写的歌吗 特别好听 我怎么不知道 你在唱什么 什么都觉得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你说这词写得多好 我说这个人怎么消失了呢 您等会儿吧 那是猪大哥吗 那是 猪大哥 猪大哥不好听 好听 不是了 您来啊 你在唱什么 什么都觉得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这比那裤衩还难听呢 不好听啊 哦 你在唱什么 什么都觉得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和你是沙僧是吧 特别好听 说实话 这个相声啊 跟这个歌曲还是有些关系的 这有什么关联吗 咱比如说啊 说相声 以北京音为主 北京话 很多儿话音 很多先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北京话很多儿话音 就是后边加个儿 儿话音 对了 第一个字 中间那个字 最后那个字都有 这每个词组加的地儿不一样 比如说哪儿去 哪儿去 就是儿话音 中间那个字更有了 您说是 三轮车 轮三轮车 说这人特别轴怎么说呀 怎么说 以根筋 以根筋 儿话音 最后那个字更多了 您说是 说什么 鱼签啊 抽了烟啊 烫个脚儿 穿一花花蚱 你看看 鱼签下夜班 对 鱼签下夜班 反正都是儿话音 但是儿话音 加到歌曲里头 就不好听了 不一定啊 咱们好多这个民族歌曲 都有儿话音 没事没事 我给大伙唱一个 将儿话音 好听的歌曲 民族歌曲 一首民歌 您唱 特别的好听 您来 您来 特别的好听 特别的好听 哪儿好听了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啊 不好听吗 我说那麻布早跑了 我告诉你 太香了 在那边不一定唱得对了 太难听了 你慢行走 慢行走 你看 说过破烂的 但是加到别的歌曲里头 就不一定好听了 加到什么歌曲呢 甚至改变了它的意境 是啊 你是我的眼儿 眼儿啊 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 因为你是我的眼儿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坐在地图上了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哎呦 太脏了 不好听 不好听 那是那是 其实咱们西安呢 也出了很多的歌手 是吗 据我所知什么 郑军 郑军 西安的吧 哎 许葳 哎 前两天我听许葳这首歌 特别好听 许葳的歌 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哦 这歌好 听过吗 我唱两句啊 我不一定会 苟且啊 嗯 因为我最近在找高尔松 这首歌是高尔松写的嘛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是吗 还有十何远方的田野 你持手空前来到人世间 回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还行 许葳 许葳 也是我特别喜欢那首歌 是 还有什么松浩 好多 松浩 这些我都没有请来 嗯 哎 你说着干嘛呀 好好给大伙唱一个啊 五环之歌 唱一首 哎呦好 好吗 嗯 又到了五环的时候 又到了五环的时候 这是我 这是我的成名曲 哎 为什么先别唱 明天再唱 那现在怎么办呢 对啊 你比六环少一环 终于有一天 你会秀到七环 秀到七环 怎么办 你比五环 多两环 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 什么演唱会 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 咱们嗨嗨嗨嗨嗨的唱起来 什么叫嗨嗨嗨嗨啊 成语成语 不会听说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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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发现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唱 要脸 你说这话我特别的不爱听 爱听还不说呢 不能要脸了 各位 这什么年代了还要脸 什么年代不要脸 不要了 咱们开APP的度过一个难忘的十点多 全部要脸了 不能要脸了 第一排的阿姨 要脸是不是 阿姨活这么大改不要脸了 你活 咱们找一个演唱会的氛围好不好 把手机闪光灯打开 把这灯都打开 然后让老师把灯光关掉 把那个面光灯关掉 没事都关了吧 没事都关了 闪光灯都打开 这边的朋友 这边第四排 有一大哥 把手机放下 你拿一个诺基 就不要打开了 好不好 好 咱们一起嗨嗨啤啤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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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你会 你比无还 谢谢 这么些人才开心 真开心 这么开心的情况下 我给大伙唱一个《青藏高原》 我玩命来了 是谁带来 是我 你带的来吗 我带不来 你们带走 您先冷静一下行吗 《青藏高原》 那歌大家都知道很难唱 很难唱 这前面好唱 最后那句高八度 你上得去吗 你想多了 我怎么想多了 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 死半道了这是 是谁带来 远古的呼唤 没有你们不会的 是谁 是谁带来 咱们西安没有KTV吗 我看的意思没有 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就就不能忘怀 啊 我看见 走了走了没有光了 你走光了 冷静 冷静吧 什么词啊 我最近接了个日本片 为什么不叫我 你个傻样 为什么不叫我 我认识是其他明星吗 雅拉索 雅拉索 注意听啊 你行不叫班 我练了好几天了 你能唱呢 雅拉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雅拉索 那就是青藏高 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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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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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不走啊 来到青藏演出我们真是特别的开心 对 稍等 稍等 节目都是有顺序的 我们慢慢来 慢慢来慢慢 老哥 老哥有人民女告状是这样 就为什么这片没有人喊 只有这两边 这片是不能周 好 既然朋友们这么开心 我们就多说会儿 好不好 现在是十点半 十点半多了 争取我们说到十点四十 好的 完美 完美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这是好事 对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 更是一种鼓励 对 按说西安有很多相声社 有不少 这是我们听说的 对对对 而且听说都不错 听说都不错 都很好 都很好 慢慢努力 争取把相声的事业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高度 一定的高度 让更多人喜欢相声 没错 这更是我们 势不可挡的一种力量 对对对 让我们去争取时间 把好节目回馈给大家 没错 说实话 喜剧人 给我 给我月云鹏 网上推了一下 就是提高一个档次 这是我说实话 当然了 也是我师父的努力 毕竟 你师父花钱了 是是是 没有黑幕 没有黑幕 争取时间来研究相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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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更好的节目 回馈给大家 怎么这么惨呢 这边 本来啊我来西安 我想学两句西安话 嗯 但是死活就是学不会 因为我是河南人 谁能教我一句西安话 谁能教我一句西安话 啊 聊啥了 我实在是学不会 抱歉啊 抱歉 嗯 嗯 呀妈得啊 呀妈得是西安话 啊 我还真不知道啊 骗谁呢 谢谢谢谢 我是河南人 我从小生长在河南 对 我14岁 进了北京 嗯 很多朋友都说 瞎吹瞎说 14岁你能学到什么呀 对 14岁那么点小孩 你懂什么呀 嗯 说实话 14岁生活所迫 对 我只能这么说 我没有办法 熟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我踏上了北去的火车 我来到了北京 就一直在北京 就这么 混到现在 往下混 嗯 说实话 我刚进北京的时候 手里有一张身份证 那是我办的一张假身份证 呦 因为到哪 怪不得河南来的 你不管从哪 你是因为这么逃出来的是吧 因为你不管到哪吧 他 他都会有人看你的身份证问你年龄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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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都造假 谁要是骗你们啊 谁都是 谁都不好的 真的 嗯 那会儿已经1米68 我现在1米74 摊涨 没怎么涨 我真的摊涨 我13岁就是我们班最高的一个学生 哦 然后就是因为钱的原因 68块钱我记得很清楚 学校让我交钱 我交不起 我也没跟我爹说 我要交钱了 实在是家里没有钱了 我一咬牙一跺脚 我就回来了 就不上了 第二年我就来到了北京 做了一年的保安 哎呦 然后转过年又去做学厨师 然后学电焊 做保健员 做很多很多 什么都干过 来到北京的一个饭馆 然后来被我师傅 饭馆和那些师傅 对 跟我师傅相识 我师傅说你跟我学相声吧 嗯 我说你谁呀 我跟你学相声真有意思 你师傅也是为了打折 一点也不瞎说 一点也不瞎说 我说我不去 那会儿相声就是04年的时候 已经就没落 相声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听了 对 嗯 已经是非常非常没落了 嗯 我说我不去 我说你再琢磨琢磨 你 你当服务员一辈子 你最多是个领班 我说当领班好啊 你说这下三三这个样 真的是那样 我最多 我能熬个经理 熬个副经理是吧 一个月一千八百块钱 当时 当时 我非常开心了 后来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仔细地想了一下 嗯 我说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 我说这几年啊 我就先不给您 往家里寄钱了 对 因为当时我一个月一千块钱 然后迟到啊 这个碗 这个东西呢 都扣钱 再扣钱 一个月我能落八九百块钱 我每个月我往家里寄六百块钱 因为说实话 家里就指着我六百块钱 就过日子 对 然后我说 我跟我父母说 我说这两年的时间 给我两年时间 我再去学一样东西 学手艺就算 嗯 成与不成 那是我自己的命 就两年时间 我希望您能给我这两年时间 我就不给您寄钱了 我父母说好吧 你去吧 家里啊 说实话 这六百块钱对我们来说有用 但是我们有地 家里有地 只是饿不死的 是是 我说好吧 因为上面姐姐多嘛 嗯 我就毅然决然地去了 我也没跟我父母说我去干什么 对 我跟我父母说我去学相声 那天方夜谭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对对对对 再说我也没听过相声 对对 什么报菜名啊 什么逗你玩我都不知道 是 从小没有接触这些 嗯 后来就跟了我师父了 我跟我师父一年多 我师父就红了 05年底 就天南地北的红了 你是个富将 对 然后我跟我师父说 我说你看我认识您红了 我师父说滚蛋 嗯 说的对 嗯 他很客气 经常跟我很客气啊 那是客气嘛 嗯 我就发愤图想 我说一定要努力 好好把这个相声学到底 回报给师父 嗯 然后后来中间那段 那段咱简单揭说啊 学艺那段 不太景气 自己很笨 嗯 然后普通话也说的不好 也没开窍 嗯 后台吃的也多 也没眼泪价扫地也不太会 对 很多人都说给小月开除吧 给小月开除吧 后来我师父也说实话 他可能也动过心 动心了 嗯 到最后他开了一个会 给全体人开会 那天只有 只有我不在跟他们说 背着他开了个会 啊 所有的同事们啊 请听我说两句 能说张话 很多人呢都说小月这个事情 嗯 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我决定了 就不哄他走了 因为他只有两条路 一种是回家种地 一种是留在这儿 我决定 让他留在这儿 生也好 死也好 是他的命 各位也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让他扫一辈子地 我认了 这句话呢 后来呢就被我听到了 因为身边有同事 爱串闲话 就传给我 后来爱串闲话 啊 就就传给我了 我就很感动 我说我一定要 混出样子来给您看 对 我要报答您 然后那段时间 就疯狂地学习 疯狂地恶补 往脑子里灌输取艺 其实不光是相声 什么经验大鼓 铁片大鼓 所有关于取艺的东西 都要研究 都要去听去学 用灌输 愣灌输 每天基本上是不睡觉的状态 然后一直熬熬熬 熬到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 说实话 那个舞台 给了我机会 我没有想到 能占满十二期 对 也感谢孙老师 孙老师一直是 助演的身份出现在 那个舞台 说实话 小品也好 相声也好 助演 不应该是他 因为 比如说小品 一个是主演 其他 都归是助演 都没关系 只有相声 不分你我 不分主演 和助演 只有一个痘痕 一个捧痕之分 这个也不赖人家 一个痘痕 一个捧痕 然后后来 就说我疯了 我刚在这感动 你们恶心吗 就是 我们俩呀 合作今年是第七年了 七年了 夫妻也好 搭档也罢 七年都有七年之痒 很多人都说七年了 七年之痒 这那的容易出矛盾 我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确实 有很多矛盾 当然了 这个都能够过去 人跟人之间 是必须有摩擦的 有摩擦是正常的事情 把这些个火花擦掉 然后就会更正亮 更发光 不说那么多 可能有的朋友不爱听 有爱听吗 咱们说点别的吧 好吗 亲一个 哎呀 你不要再说这个 你不嫌恶心 我还嫌恶心吗 真有意思 就跟我不嫌恶心似的 我告诉你 他住那个房间 你去亲好不好 交微信 好 我没有微信 我这个人特低调 没有微信 这样吧 我给大伙介绍一个人 好不好 这个人呢 给你们留一个电话 我是 德云社后台 是比较爱唱的一个演员 你是好唱 我虽然爱唱 但是我的嗓音有限 对 我会唱的 能唱的并不是很多 他是捡自己会唱的来 对 我们后台有个唱的 比我强很多的人 什么都能唱 在他面前我甘拜下风 小学生 就是张云雷 对了 有请张云雷 好好给我们唱一个歌 好不好 我去喝口水 我们俩歇会了 他给你唱歌 谢谢 该我了 可能是有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是听过 最早就是林志盈 演过这么一个电影 叫做旋风小子 然后里面呢 有这么一首歌曲 叫做新云 一会儿我唱的时候呢 如果有忘词的时候呢 大家就多做自我批评吧 多批评我啊 当然了我也不听 叶仙老师准备好了吗 天上的雨是我的心 谁能拥抖 谁能用真情 谁能用真心 谁能用真心 让我的心 不再想抚平 天上露珠是我的心 转眼消失无踪影 谁能用真情 谁能用真心 留住我的情 望住我的真情 我要告诉天上的风 轻轻吹散我心口的雨 我要抓住露珠的心 陪我从黑夜到天明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 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 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 露珠化成我的心情 谢谢 天上的云是我的心 风吹过漂流不定 谁能用真情 谁能用真心 让我的心不再相抚平 清晨露珠是我的心 转眼消失无踪影 谁能用真情 谁能用真心 留住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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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住我的真情 我要告诉天上的风 轻轻吹散我心口的雨 我要抓住露珠的心 陪我从黑夜到天明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 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 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 露珠化成我的心情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 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 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 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 露珠化成我的心情 谢谢 有请大屁股脸 谢谢 谢谢 我在喜剧人最后一期的时候 唱得好 唱了一首歌 我跟贾灵一起唱的 叫做《往事只能回味》 今天向给大家 喜剧唱 《往事只能回味》 来 把追光打上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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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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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